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朱老总一生也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书籍和文字的一些资料 是 他曾说革命者的财产不是金钱 而是革命精神 教导子孙说道 我是无产阶级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 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 我屋里最珍贵的是那张毛主席的画像可以留给你们 我读过的书 你们可以拿去读 朱德一生朴素无华 在信众国成年以后虽然身居高位 但是依然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朱德曾经穿过的一些衣服 他对衣着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一身叫好的衣服是接待外宾和出外访问时才会穿 一回到家里就会换上旧衣服 他有着很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所以衣服渐渐是洁白的 但洗的琴呢 也坏得快 每当衣服快了 妻子康克欣就会为他缝补 康克欣曾对孩子们说 我为你们的爷爷是缝补了一辈子的衣服 我们看 这一套短袖休闲服是朱德七十年代时穿过的 但是裤子上就有大小不一的补丁 八处 他常说 要节约每一分钱捐给国家最需要用权的地方 从讲解员为我们讲述的这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出 在朱德眼中 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标准不重要 把钱节约下来 用在国家建设的刀刃上 尽快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正经 而当别人劝他 不必如此简朴时 他总是笑着说 条件已经比战争年代好太多了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还不忘叮嘱家人 自己的存款要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他还曾对孙辈们说 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 在他身后一律上交国家 朱德一生胸怀救国之韬略 心念民众之福之 时时处处 以身作则